今天是安空国中今年航家修处办理《相亿AI》当年 开访向府省国社核心参加 在两天的予队课程当中 踏过营业表演解释 应激核心以及AI的体验 让台湾可以收心摸摸 而且在新国发表会顶面 马天辈核心的新国 安空国中在今年航家修处办理 《相亿AI》魔法森林大冒险当令营 开访府省安家国社新核国社核心报名 总共24位校园产物 在新国发表会顶面 应激核心及安做方式 电影核心新国 AI是未来适应社会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它没有回头路可以走的 三年到五年之内 我们很多的外面的职业 都会因为AI而做改变 那双语呢 因为我们现在必须要从国际化的角度 让孩子有除了我们中文之外 另外一个外文的能力 未来他们再进入到别的国外去 才能够沟通 还有更强的行动能力 我们希望可以从AI上面让小朋友学习一些不同的知识 就是生活没有碰到的东西 因为AI是一个就是我们碰也碰不到 必须要在网路上才可以接触到的东西 从小学习 这样子他们就可以跟时代 跟得上时代 他们从肢体然后音乐一直到美术 我们都是用英语双语去跟他们教学 所以希望他们在学习艺能科的方面 术科的方面也可以有双语的进步 在魔法森林大冒险音乐教当中 风声雨声甚至可以发出蛇在草丛中串来串去的声音 我觉得十分的特别 然后今天早上的AI课程 我觉得AI绘图的能力真的是很厉害 而且出乎我的意料 我学到如何就是更投入这个表演跟 就是电脑如何用AI去绘图 还有那个就是学到更多英文单词 参加的学校校长和学校相关人员都特别出息 很少亚团学官精彩演出 安空队长的学校长表现 本次亚团师主由安空队长相议社军教书组组成 这一项应该表演技术当军事务营业国际丁丁专科告诉 专门30位高中心当年刚做人员还有收队户 在厚乎压队客厅当中 让小朋友提供到AI商业与力 应该还有表演技术的努力 连后电脑下车的新事业 当时也能了解到安空队长办法的方向和体系 记者感谢大家新店报道